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東北風的強度減弱 白天的溫度都明顯的上升了 北部的溫度升到了28度 南部地區可是升到了31度 但是在現在晚上的時候 倒是在台北的東邊 東北角地區還有宜蘭 有些零星的降雨 什麼原因 我們就從雷達來看起了 雷達回波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水氣分布的方向 而且最主要現在的風向 吹的是東風 東風把水氣給帶了進來了 所以在宜蘭靠近海邊的部分 台北的東邊的部分 還有等一下再晚一點點 在花蓮的外海這邊 有沒有看到 一條帶狀的對流雲層 也會逐漸的進入陸地 而造成在花蓮到台東的 海岸線的部分 有些零星的降雨 這個雲層的發展 最主要是因為東風的關係 再加上晚上整個加上陸風的 一個符合的作用而出現的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天亮之前 花蓮 宜蘭 各位包含台東 都有些零星的短暫雨出現 還有台北東邊的部分 但雨量的部分並不會太多 那天氣形態來說 在這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什麼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把它這一週分成了三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週四 尤其在週三跟週四這兩天 要特別注意 注意什麼 就是在於高溫的部分了 因為各地的高溫 都甚至有機會達到31度以上 感覺起來真的是秋老虎的感覺 日 夜 溫差相對的會非常的明顯 早晚的溫度在中部以北 依然是比較偏涼 所以早出晚歸 騎車的朋友仍然要加件外套 但中午的時候 陽光強 要防曬 中午熱 戶外活動記得多喝水 什麼時候有變化 禮拜五 禮拜五的白天 依然有達到30度的高溫 中午仍然是比較偏熱 但等到了週五的晚上開始 東北季風開始要吹進來了 北部的氣溫會略微的下降 雲層量來說 在台北部分會增多一些 東北角到宜蘭地區來說的話 會有一些零星的毛毛雨 在週六的凌晨以後開始出現 接著在禮拜六 禮拜天 你往北走 往東走 雲層量增多了 高溫的部分也會下降 沒有到達30度這麼高溫了 禮拜六的北部地區 就大約會在26度 南部地區依然是在30度的高溫 夜晚的溫度 因為東北風一吹了進來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就降到大約21度 中南部地區是在24度 所以在週六跟週日的話 東山飄雨 西山晴 天氣形態來說 明天仍然要注意的是 陽光會強 中午要防曬 高山的溫度是還冷的 山區活動的朋友穿著 一定要注意保暖 像今天清晨 在玉山的溫度也只有0.2度 我們接著來看到 這張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先來注意到 北方的高壓已經東移了 整個風向開始吹著偏東風進來 今天晚上的時候 因為在台灣的東部外海 有一些雲層的發展 使得這東風把水氣給帶了進來 而造成了一些零星的 降雨的狀況出現 但雨量的部分並不會太多 等到明天白天 這樣的符合作用減弱之後 雨的部分就會停了 明天各地天氣晴 北部地區的高溫 明天中午就可以到29度 南部地區的高溫 是到達31度 中午的溫度 是一個偏高的狀況 天氣形態來說 以這樣的天氣大概週二 一直到週四 我們都是這樣子感覺起來 有點偏熱的感覺的天氣 可是你要注意的就到於天黑以後 因為天黑之後 因為天氣晴 加上有一點點輻射的冷卻作用之下 相對的在夜晚的溫度形態來說 整個中部以北晚上的溫度 還是有一點點比較偏涼一些的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晚上騎車要注意保暖了 那地面天氣圖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壓系統已經東移了 冷空氣釋放完畢了 那下一股冷空氣什麼時候來呢 以目前來看的話 西北地區的高壓還在高緯度地區 還沒下來 大約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冷空氣就開始逐漸的進入到了 長江流域了 而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就開始逐漸通過 長江流域 而開始逐漸的進入到 華南地區的位置 所以預估在週五到週六的時候 尤其在禮拜六的白天開始 東北季風的增強 使得在迎風面的話 雲層量增多 山區部分有點霧 沿海的風浪在禮拜六開始 也會略微地增大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 如果你要安排戶外活動的話 往東走 雲層多 有短暫雨 往西走的話 仍然是天氣晴朗 但沿海的陣風在禮拜六的時候 開始就會逐漸地增強了 所以以目前來算的話 二 三 四到禮拜五的白天 還有四天的時間 我們都是屬於一個偏暖的狀況 這樣的暖要注意的就是 中午的溫度高 日夜溫差相對的就會比較明顯 早出晚歸的朋友騎車要注意了 那天氣狀況來說 在清晨的時候 中南部的平原空曠地區 就會有一些薄霧的現象 清晨出門行車 能見度 有些地方可能會略微偏差一些 我們來看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在北部地區 在海岸線部分在22度 市區裡面在23到24 白天的高溫就可以到達29 比今天的28還要再高一些 而到了中部地區可就30度了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日夜溫差 相對的是很明顯的 高山的活動還是要注意保暖 而到了南部地區 中午暖 高溫30度了 早晚的溫度形態來說 是有點偏涼的 而東半部地區有點短暫雨的 主要在東北角道宜蘭地區 在今晚到明天天亮之前 花蓮台東今晚也有點降雨機會 但明天白天雨就會停了 而外島地區天氣情 但馬祖夜晚溫度依然比較偏涼 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可以看到晴朗穩定的天氣 到禮拜五的白天 禮拜五的晚上微弱的東北風增強 有沒有注意到禮拜六 禮拜天 東部旅遊活動 就會受到一些雲層的影響 而北部地區是在台北東邊 有點降雨 而外島地區的天氣 在馬祖地區 在禮拜五的天氣狀況來說 就會在下午以後 開始逐漸的改變 所以天氣狀況來說 我們目前來看 可以有四天左右的 屬於一個平價晴朗 而且溫度偏高的狀況的天氣 當然這幾天的好天氣之下 還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日夜溫差很明顯 還有早出晚歸的朋友 騎車還是要提醒您穿著注意 小心別感冒了